《猎王记下》第二十二章 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只有八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共三十一年 他母亲名叫耶底大 是雅大雅的女儿 来自波斯加 他行耶和华看为政的事 跟随他祖宗大魏所行的一切道路 不偏左右 约西亚在位第十八年 王差派米苏兰的孙子 雅萨利的儿子书记沙凡 到耶和华的殿吩咐他说 你上去到希勒家大祭司那里 叫他把献给耶和华殿的银子 就是守门的从人民所收集的 结算一下 然后要他们把银子 交在耶和华殿管理工匠的人手中 他们可以把银子 交付在耶和华殿 修补破坏的地方的工匠 就是交给木匠 建筑工人 石匠 有购买木材和凿好的石头 用来修理圣殿破坏的地方 银子交在他们手中 不用和他们算账 因为他们办事诚实 希勒家大祭司对书记沙凡说 我在耶和华的殿里找到了一卷律法书 他把书卷交给沙凡 沙凡就阅读那书卷 书记沙凡来见王 向王回报说 你的臣仆已经把殿里的银子清点 交在耶和华殿里管理工匠的人手中 书记沙凡又告诉王说 希勒家大祭司交给我一卷书卷 书记沙凡就在王面前送读那书卷 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的时候 就撕裂自己的衣服 王又吩咐希勒家祭司 沙凡的儿子亚西干 米干亚的儿子亚格伯 书记沙凡和王的臣仆 及亚萨亚说 你们去 为了我 为了人民 为了犹大全国 因着所发现的这书卷上的话 求问耶和华 因为耶和华向我们所发的怒气极大 这是因着我们的祖先没有听从这律法书上的话 没有照着所写给我们的去行 于是 希勒家祭司 亚西干 亚格伯 沙凡 亚萨亚 去见女先知护勒大 她就是掌管礼服的沙龙的妻子 沙龙是哈尔哈斯的孙子 特瓦的儿子 她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 他们就把事情都告诉了她 她对他们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告诉那差你们到我这里来的人说 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要照着犹大王所念那书卷上所有的话 使灾祸降临在这地方和他的军民身上 因为他们背弃了我 向别的神焚香 他们所行的一切都使我发怒 因此 我的怒火要在这地方燃点 不会熄灭 至于那差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 你们要这样对他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有关你所听见的话 你听见我攻击这地方和他的军民的话 就是他们要成为荒凉 受咒诅 你的心就顺服在我面前清卑 有撕裂自己的衣服 在我面前哀哭 我已经听到了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因此 看哪 我要使你归到你的祖先那里 你必平平安安的葬在你的坟墓里 你不会看见我要降在这地的一切灾祸 他们就把这话向王回报